这里是距离陕西省两千多公里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日照时间长 昼夜温差大 让这里的水果格外甘甜 2008年在克拉玛伊市工作的李春旺辞去工作 拿着全部积蓄五千元 开了家淘宝店销售新疆特产 比较讨厌一眼地看了头的生活 就是你觉得这个三年以后可能和现在没什么差别 我觉得要多折腾 多做一些自己以前没经历过的 老马不是说吗 说是成功不是说你最后获得了什么 是你经历过什么 借助互联网高速发展的春风 两年时间李春旺的网店销售额就达到600多万元 可他却主动砍掉了一些赚钱的产品 如果是你品类不清晰 你什么都卖 也许你短时间赚了这个钱 但是的话长期的话呢 消费者对你的品牌是没有意义记的 专注西部特色农产品 让李春旺从众多网店中脱颖而出 2011年 他的另一做法给网店带来爆发式增长 我们在市场发现两种开心果 一种是白色的 一种是原色的 然后我们查了相关的资料 开心果成熟以后的话呢 自然的颜色就是这种灰色 那白色的话可能是后期做一些处理 对人的呼吸道可能有一些刺激性的一些东西 所以说我们觉得我们自己的愿意吃灰色的话呢 我们销售也要销售灰色的 李春旺决定突出食品原色 无论卖相多差 也要把食物本真的颜色呈现给消费者 因为现在信息这么发达嘛 他迟早会知道真相的 对吧 既然他迟早知道真相的话 我们从一开始就告诉他真相 哪怕消费者暂时不认可 或暂时他觉得这个东西不好看 我们也要坚持自己的这种理念 一个真字帮李春旺聚集了人气 2016年企业销售额超过5亿元 成为西部农产品类全国销量第一 带动十多万户农民致富 他是李春旺 他是李春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